《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志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中国不断扩大开放 激活了中国发展的澎湃 春潮也激活了世界经济的一池春水 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 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供应方向发展的决心不会变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备受鼓舞 习主席对他在第三届进口博览会上 代表中国对世界做出的更加开放的承诺 我们都一一做到了 我认为最印象最印象的东西 我听到今天在讨论的会议时 和革命中的信息,和革命中的信息 和革命中的信息,和革命中的信息 今天是非常印象的,是看到这些高质量开放 但也看到这些资产的资产资产业与世界的资产 这年是20年后,中国参加了国际华华华华 而在这一段时间,中国也影响了很多 世界的发展和交易交易交易 习主席的讲话每一次都是非常令人激动的 彰显了中国政府在进一步的坚持扩大开放 坚持全球多边主义 以及坚持去分享全球市场 和加强国际合作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愿同各国一道 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